喜怒无常的气血鬼和迷人的时尚达人有什么共同点呢 他们都快要生宝宝啦 在拉里路观看他们的怀孕之旅吧 魅力妈妈喜欢时尚和粉红色 在纸板上描出轮廓 并制作模板 剪出相同的两块 用热胶粘在一起 在两侧添加粉红色的绸袋 用火烈鸟固定装饰衣服的正面 把羽毛粘在衣服的底部 用蓝衣食装饰底部 这件衣服简直太适合我啦 我的小狗也这么认为 小狗 你会成为我宝宝最好的朋友 用气球做一件运动服 我们需要一个长外套来搭配 让我们用新型图案来制作薄纱吧 当长外套准备好时 用带状的弹性丝带装饰两侧 在腰上挤上丝带 我们做了一个时尚的造型 美丽妈妈决定在海滩上度过她怀孕的最后一周 新鲜空气 棕榈树 椰子拿铁 一切都太棒啦 我要自拍 哦 宝宝今天好像很旺盛 她要出生啦 医生把美丽妈妈送往医院 深呼吸 我来读几本时尚杂志来放松 当我读到最新的报道 我什么都感觉不到了 美丽妈妈的丈夫托马斯上传了一个产房的Instagram小故事 亲爱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们的50万粉丝都在给你加油 这对夫妇有了一个金发女宝宝 巴巴拉 Instagram充满了祝贺 我很震惊 用绸袋做内衣 再头上系一条丝带 用玫瑰装饰 添加莱因时代 小巴巴拉真可爱 让我们做一个婴儿摇摆 我们需要一条蕾丝带 配一些棉布 像这样沾上花边 让我们把宝宝抱起来 系上丑袋 她会给巴巴拉温暖和舒适 饭皮和她的丈夫是吸血鬼 在黑暗中看满月 还有什么比这更浪漫 很快我们就要有夜晚宝宝了 这对夫妇突然变成了蝙蝠 给娃娃试试这个黑色弹性植物 将花边粘在肩膀上 用一条薄纱裙装饰底部 我们做了一件美人鱼风格的领衣裙 用雪红钻石装饰领口 使用红色绸带和黑色扮珠子做项圈 用干燥的蜡笔画它们苍白的皮肤 真正的吸血鬼还有一个特点 从泡沫胶带里剪出几个尖牙 拿两种颜色的面料 红色和黑色 勾勒出两个圆圈 然后剪下来 用热胶粘在一起 给吸血鬼试试并固定斗篷的边缘 从红色闪闪发光的泡沫纸上剪出衣领 将衣领粘在斗篷上 添加绸带 用黑色气球做一件衣服 剪出顶部和底部 这件黑色的小裙子真的很适合饭皮 芳和饭皮在老墓地的大门前摇摇花花 天快亮了 该回家了 我们舒适的棺材在等着我们 做个噩梦亲爱的 哦 宝宝结定在白天出生 没想到 我们得去医院了 几只蝙蝠飞进了产房 太不卫生了 但后来蝙蝠开始变成饭皮 我的病人可能有点奇怪 关上窗户 追着阳光 哎呀 我差点被灼烧了 一切都很顺利 小比利出生了 她的尖牙就像她妈妈的一样 多么美丽的苍白鹰鹅呀 用红天偶龙丝带做尿布 用黑色扮猪装饰它 画小牙 哦 你的第一对尖牙 太可爱了 用丝带和薄纱做面纱 保护她的脸免受明亮的光线 比利看起来像一个戴着面纱的夜晚小皇后 吸血鬼白天倒挂着睡觉 她不需要病床 当妈妈睡着的时候 比利把整个医院都吵醒了 医生试图安慰宝宝 但无济于事 啊 谁在叫 医生你怎么了 哦 你做了什么 对不起 比利只是饿了 哈哈哈 把水染成红色 倒进一个小瓶子里 用热胶密封瓶颈 并速造成奶嘴 用黑色饼系酸漆 突出两侧 并添加凉度 我得照顾我的身体 瓶子与我同在 欢迎回家宝贝 你的身边会充满爱 关照和名气 你能相信吗 你账号已经有30万粉丝了 减一根透明吸管 将热胶涂抹在玻璃表面 密封底部和顶部 拿一块青年土 加分段 用热胶做一个奶嘴 用双面胶带盖住瓶子 将兰衣食附加到年线层 瓶子像用宝石装饰了一样 闪闪发光 让我们做一个学习店 在泡沫纸上勾勒出发膜盖 剪下来并粘在上面 闪闪发光的一面要放在外面 用带有婴儿话语和可爱图案的胶带盖住它 将烟斗通条连接到内部 我们需要一根细橡胶线 将一根电线推入内部 并塑造一个拱门 将金属吊坠和粉色星星挂在电线上 小爸爸会喜欢在这里玩的 根据模板 从黑色织物中剪出一个圆圈 把它粘在一块红色的布料上 剪下来 现在让我们剪一个开口 像这样折叠一个半圆 用胶水固定它 将其连接到斗篷上 添加几个袋子 比蒂准备用斗篷 吓呼其他婴儿 现在该从医院退房了 我们拍张照片来 祭祝这一天吧 终于 全家人都到齐了 用黑色冰漆算器涂顶部 座椅和车轮 将附件涂成红色 用红芯装饰车轮 将螺柱罐添加到顶部 粘上薄砂网 做一个低马尾便 用红丝带机上 用同一条丝带装饰额车的顶部 将红色烟斗通条绕在手柄上 添加蝙蝠 装饰魅力妈妈的婴儿车 将新型猪粘在车轮上 在婴儿车顶部 添加一条可爱的带状丝带 用薄纱做棚 两侧系上袋子 用蝴蝶结状式婴儿车 我们为真正的公主 做了一辆婴儿车 将一张写有芭比娃娃名字的贴纸 站在一张后织板上 然后贴在婴儿车上 婴儿车准备好了 今天我们要散步去参观最美丽的照片区 我们给你买些好吃的 美丽现在有个很棒的女儿 美丽和吸血鬼在散步时碰见了 姐妹 你这身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复古外观 谢谢 你穿的肯定比我舒服多了 因为你没有穿一身黑 啊 我的衣服怎么了 我好像把我自己搞砸了 比丁 宝贝 过来 哦 我差点忘记换衣服了 感谢夜晚的力量 给我们的视频点赞订阅拉利路频道 并打开提示灵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啦 啊 哈哈